大家都把那固带拿好了 到时候发钱了 李永坚 不付贵 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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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抢 好好好 走 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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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高 咱俩 那干啥啊这是 周师傅呢 这个小夕 他 他在厨房呢 高 那周末 你得吃果儿的 我死 你得吃感学生铁锤 是国家狗人 我死吗 好 考试 什么 小医生铁锤 我已经肯定义 知道吗 你是个个人 你还不调 我现在就买厨房的 不能呀 就买了 我身堆的 slider 我一直在等你的 这一号很额声了 有的已经行礼你十年了 好 你还有三小手势 有的 客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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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这儿 老周 快起 郑哥 原来她的生活画 帅哥 许老大 家才妹妹的孩子在我屋呢 奶啊 吃的啥的都放桌子上 你帮着照开 知道了 等家才回来交给她 知道了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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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个儿 有开大车的人到到宫棚来 说到草原上看着你妈了 走 站开 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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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啥样的人啊 他说 在草原上跟你一块儿喝个酒 走 老周 大家醒来 甩儿 老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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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走 你 干啥 你们干啥 你们要干啥 梁正统 你的心情我理解 好几年情感了 但是 周 郭二代 触犯的是法律 你们知道不 你们要是再拦着 就是跟法律作对 就是妨碍执行公务 知道不 警官 您让我劝你们 我保证不收拾 去吧 保证让你们明白 听不听 让开 让开 大伙千万别干傻事 别干违法的事 你们要是真为我好的话 就把刀让开 这啥事 我跟大伙相处一回 大伙能这么待我 我谢大伙了 我是犯过罪的人 你们谁也帮不了我忙 这是我自个儿的事 你们为我干违法的事 不值当的 十年前在我老家 我们村里头 我一时冲动 大伤了一个人 后来抢救无效死了 他是我家邻居 都知道我养路法材了眼红 我 堵死了我十三条路 那九四年的时候 那每只路呢 都值六千多块钱呢 活蹦烂跳的 我就等我孩子一样疼着呢 一夜之间都死了 那是我们全家人的指望啊 那时候啊 年轻七生 咽不见那口气 干了啥事 干了后悔都来不及的啥事啊 我犯的是死罪 你 按理说十年前呢 我就是死刑 我已经多活十年了 我挺满足的 爷们儿们 我那儿猫还小 谁留着帮我照看着点 爷们儿 假如咱有缘分 那是来世的事儿呢 那好了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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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上往上 都給我哈佳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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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怎么死定啊 这怎么回事啊 大陆 我怕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事啊 你不行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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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吧 弄叔 警察說周住十年前殺死一個人 他把他帶走了 沒事吧 為什麼 為什麼 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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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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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忆 你先说 人怎么样 现在在医院呢 什么时候的事 昨天晚上十点了 就下一个了 那你早干嘛去了 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通知公司 我昨天晚上打电话了 张表手机关了 再说你电话 我也不知道 你等会儿 我打电话了 和事宅 当事宣费 准备 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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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一人 四人 二人 您好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一下 听说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要领工钱了 是 马上领工钱了 工地拖欠领工资拖欠多段时间了 拖欠好久了 那你们那个夏老大他呢 他也没有办法 他也没有钱 孩子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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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周师傅呢 人呢 周师傅呢 还有那王家才还有他面子他都没影了呢 王家才不是上那儿去了 这孩子还是周双溪有个菩萨心肠 一直待着好几天呢 老周 被公安局人抓走了 周师傅咋回事 刚才听到公安局的人说 他在老家杀了人 出来多了十年了 还真看不出来啊 回马 杀人犯 咱以前天天跟杀人犯在一块多揪心你说 这不过他也不像啊 你真挺善的跟他在一块是吧 是 现在呢就是这个 咱拱棚这儿暖红红的 这孩子还哪儿笑 那这是大半年 哎 您俩先别说了 看这孩子怎么办嘛 哦 对 孩子 要不 我给家打个电话 让我媳妇向拿来邱总 去吧 喂 谁啊 喂 吴莹啊 啊 公棚里改有个孩子没人管 孩子 你快来公棚里改把孩子求家去啊 谁孩子呀 你别管谁的孩子了啊 啥玩意儿说清楚了 快点 李记者 有你的电话 给张彪打个电话中吗 行 你说号 一三六六 四四二三九五七 你 喂 喂 张 咋挺急的呢 不可能呢 张彪的号码我最记得清楚 一三点四四二三九五七 还没有别的号码 那就不知道 给我听起来 张彪一早带着女孩求求 开着厕所的 邻居看清楚了没有 好 你现在这样 你赶紧派人去飞机场 车站 想办法张彪和同志 好 就这样了 不行 那张彪啊 他说是公司让家办的 还说给奖金给什么百分之二十 给奖金呢 你说呢 张彪啊 公司没有下达过这种指令 公司是完全按照合同在执行的 你这话啥说呢 你不信奋张彪啊 那行 那就等张彪回来再说嘛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样说话 我怎么想去我家里交代啊 你实话实说啊 你违反了合同擅自加班造成的事 你不懂劳动保护法案 工地上那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你不识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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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一下 你马上就要领到工钱了 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是不是马上就领工钱了 嗯 你是不是马上就要领工钱了 嗯 嗯 简单的说一下 不是马上就领到工钱了吗 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 嗯 嗯 我心情很急 嗯 等会儿十点了 就耍钱了 我们还没有到 嗯 到现在还没了 是吧 嗯 嗯 那你现在领到工钱之后 你想 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呢 我 我 我想给我感觉治病 你家里有病人 嗯 那现在工地拖欠你工资 欠了多久了 欠了 我们是电视台的记者 采访一下 咱们工地拖欠迷工工资的问题 那个工地欠你们 欠你们工 欠你们迷工的工资 欠了多长时间了 欠了八个月啊 嗯 不是说今天要发吗 说了今天上午给工钱 嗯 到现在没有给 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那你现在心情怎么样 嗯 没有 那拿到钱 叫我们说啥 这说 大伙儿 母游拿着工钱都寄了 大伙儿是吧 是 是 我们拿到工钱 采访有没有 我们拿到钱去 你要去采访 要我说 你去采访那个母游 给我们工钱的人 哦 谢谢啊 你说啥呢 那我钱钱能输给 他问你工钱的事 你就说 那他母游给我们工钱 叫他们把我们捶 你说那这散黄屋底的 都灌球用来 那我不晓得呀 那叫你半天了 还顺着不晓得 我们是电机台的地址 采访一下 什么工资 我们是电机台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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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一下 我说 会出啥事吧 那你的意思是 你想张彪那手机 昨天晚上过去 今天挺急的 先汇报室去汇报一下 找一下瑞范林 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汇报一下也行 我心里越来越不踏实呢 我可是在这儿 我还听到现在 这就是他 一百分钟 我还听到说 这个站起来 打过去 nove天 有没有 三百分钟 我寻找了 这就是 我们就在这儿 那儿 我们得来 我们得去 开个小 Stefans 应该出不了啥事吧 那啥 谢了大 我和老高先去院报事请个神家 这谁能帮咱 另外要是我媳妇来这的话 你让先把那孩子求总 走 谢了大 先别急 十二标 几点钟了 几点钟 现在都十一年了 什么时候跟我们签了 大伙说对吧 对 对 我啥事了 不要给我签 不说的话顺不得出的 你们指望合讯的老板 给你们发钱呢 多蒙吧 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啥等吧 等到天鹤 等到明天 也等不到一份天 对 你别瞎说 大伙我跟你说 这安心等一等啊 那你们就等吧 等到天上飘超飘 好 好 好 嗯 就等吧 啊 当然我希望我们拿到钱 是不是啊 就在这个慢慢来带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你们来陪我 来来来来来 陪我陪我 我这个地方有 天下最大的秘密 秘密 你记得什么秘密啊 你喷喷喷出来 肯定比教练榜 还要教练榜 我告诉你们 这个公司的老板 是个杀人犯 是个赫社会 你们知道吗 这个公司 已经气数一斤 但是赫功能的钱 黑功能的名 现在砸天 还有一个功能 从大陆上摔下来 现在还在医院里面 甚至不明 这个贡头老板知道了以后 不闻不闻 你们说这样的公司的老板 是不是他 他是不是这个杀人犯 你说的是那个 飓风公司的流行品吗 哎呀 什么什么流行品啊 他不不不不 麻性品 对对对 麻性品他就是这个 他不是个什么东西 他就是个小喽喽 是个 是个小猪子 是不是啊 这个公司老板 你们说是不是杀人犯了 他老板的名字 他叫杜坚重 你这么说你有什么根据啊 根据 根据 我这根据 根据逗得很啊 就是这个根据 根据 根据呢 喂 怎么了 别着急慢慢说 账标卷款跑了 找不到了 还有什么 昨天晚上工地上发生的工厂事故 死人了吗 喂 怎么搞的嘛 我这刚离开多一会儿啊 张彪事怎么办 我问你说该怎么办 报警啊 对呀 等什么 其他事我来想吗 好 这样 另外我告诉你啊 那个杨子那边你先给我封住消息 好吧 先这样 行了行了我马上就回去 没完没完 妈 对不住 公司里边出了点急事 我得马上回去 那 草咋吧 病没治好 就这么着了 真的 哪能这么着呢 这样等我回来以后 我抓紧给他治 好吧 回头再说 都保重啊 那是谁 那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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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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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他苏贤的人怎么 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呀 你问我 我问学历 是不是咱们再大夫人 到公司看看去 到咋回事啊 是不是他们算什么花招 又把咱们骗了 那个我 刚才那个李海平那个记者 跟那个高律师不是说了吗 他去帮我们找少人 大夫先不要着急啊 再耐心等会儿 谁叫谢老道呀 我 干啥啊 哪个是谢老道 谁呀 干啥啊 你是谢老道 怎么又是你啊 你来个啥啊 上次那事也得对不住你了啊 孩子呢 你是谁呀 我是 她是那李记者老婆 孩子呢 好好好 赶这儿呢 好好好 行 我能让你自己的 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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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这儿跑回去 愿意 一会儿我再搞你 走啊 你看孩子都快 走 走 同事老板说了 他没向张标下达加班随时 你跟着共杀 人家根本不同意 是什么不同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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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那不是你 你你你耍着 张标杨咋的本吧 张标杨确实在公立办公室 跟我说加班的 这没错 那那那那就找他问一下 他不能说话不探数啊 我找我找多少遍呢 手机停机了 那那那么就叫你这样说 那那 那么就叫你这样说 那俺 俺哥这这就咋白 白上的了 大 大夫可爽了 这这这弄不好是癱痪 你走走走走 走嘛天哥 爸 六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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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咋了 门是锁着的吗 六哥 六哥 这门不锁着的吗 这不能在办公室吗 在一个公棚呢 六哥 你可怎么样了 他们说这不不在公室 他妈妈 他们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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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日每夜都干 他们这点干不负 那我不是停了 你就要交这班吗 这个责任公司不负 你应该要负这个责任的 我负责任 我指定公司的指示 谁得我负责任 太棒了那人了 告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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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留下 都好好干活 大一 电话 爸来了 谁啊 阿平 喂 大俊 你他们说张彪跑了 对对对 他把钱都没有跑了 对 张彪确实是乞官一般都然套保了 你帮我查社呢 到底这个事儿处不处置啊 让他们看看啊 你给我看看呢 对 我们局的人通报都下来了 通报都下来了 对 是分局在长春机场出入境处 查到他们俩的名字 那你得给我复印一份的 我给他们看呢 行了 备得都进去了啊 这 这咋 看 看咱们表面啊 我这等半天了呢 他 他没干啊 你来啥呀 你等 张彪啊 拿你的肩膀啊 你说啥呀 你等啊 你等啊 什么 这个 你敢来说 说啥 说啥呢 老哥 开始往不相信 我在屋室听说 张彪昨天把钱提出来了 你看啊 公司找不到的 手机关了 工地他没有 公鹏 还没来给你花钱 这一百多万 张彪给捡跑了 你在冰司机说的 那 那 南哥总吧 你跟着工商公司 全吹都张彪谁伤了 这一百多万 张彪给捡跑了 这 这张他们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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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了师傅 快点了吧 赶时间 海明的 别急 别急 目前工人还不知道张不标喜欢你 不会有什么事的 能不着急吗 工人都等一天了 快点 开车 快点 开车 快点 开车 昨夜 已经疱在一起 电话门 停车 3市 suggestions 3市区档 来 准备 来 什么话 行 我觉得你倒点水 我来忘了 可你气色可不好 九月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谁也倒了 其实你应该预了倒的 这种结果 早晚的时候 谁电话 公司的事 说说公司 怎么出的这是 哥 公司过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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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说公司 我现在去哪里 我去哪里 你怎么这么着想 你怎么这么着想 好 我说公司 那什么事 你怎么这么着想 我对你为什么 我说公司 人了 新人咋 人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听我说啊 我讲两句 等会儿 一会儿听我说啊 我现在的心情和大伙是一样的 我他妈也生气 可是有一点 你们还真想错了 为啥呢 我通过我公安局的哥们了解了 张彪呢 今天早上确实是带着她闺女 还有大伙的贡献 从长春机场逃跑 知道吧 可是大伙一定得相信法律 得相信法律能给咱们讨回公道 张彪指定能抓着 指定把她给逮捕法办 我来之前呢 瑞老那是咱世人大代表 是吧 他就代表政府吗 他跟我说了 并且让我转告大伙 转告啥呢 他已经把咱们的情况 向市领导和市人大汇报了 政府已经答应帮助咱们 解决这个问题了 特别是在这个节骨眼上 大伙更应该相信政府 相信法律 拿起法律的武器 知道吗 不管这个飓风建筑公司 到底欠咱那会儿多少钱 以什么理由欠咱们钱 一定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打他们 从他们手里依靠法律 要回这些钱 知道吗 另外呢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这律师搁这儿呢 律师告诉我 现在咱区法院 已经正式地受理了 咱两百零五个民工哥们 状告飓风建筑公司 这个案子了 他已经正式受理了 律师啊 高律师 来 你上来 对 来 高律师大伙捏捏 对 那谁 志刚啊 你好好听听 然后收集一下大伙那个意见 如果大伙都没有意见的话 签